越南战争 越南还深受当时战争遗留的毒害 越南到处都是高山密林 因此非常适合越南游击队的隐藏 以及对美军的袭击 美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苦不堪言 为了打击越南游击队 让他们无处藏身 美国竟丧心病狂地使用了化学武器 落叶剂 因其颜色为橙色 人们也称它为橙剂 据统计 在整个战争期间 美国向越南喷散了 7600万生的成绩 破坏了甚至可以说 是毁灭了越南超过500万英亩的森林 和超过1000万英亩的农田 给越南民众带来了 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战争结束后 成绩对越南民众更大的危害 才慢慢开始显露出来 许多越南人民开始患上 许多奇奇怪怪的疾病 更使得许多新生儿一生下来 并不是健全的 存在许多的生理缺陷 哪怕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仍有上百万的越南人民 深受成绩的影响和毒害 不仅仅是越南人民受到了毒害 事情的始作俑者美国也受到了影响 当时在越南战场的许多美军士兵 也深受成绩的影响 他们许多人得了奇怪的疾病 他们后代的畸形率也远超其他人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因果报应吧